《爱情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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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两位 今儿是您要来的是吧 对 要来干嘛呢 今天来的目的就是 现在自己非常迷茫 迷茫了 对 因为我们两个 现在之间的 就是距离越来越远了 在刚开始结婚之前 他对我特别好 摆一摆顺 那会儿 因为他比我大八岁 我就想着 能比较有依靠的肩膀吧 然后能比较宠我 惯我 然后结完婚以后 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结婚了几年呢 我们结婚十二年了 那也算老夫老妻了 说说吧 说说你的难受 说说他怎么对你不好 我一直以为 他一直是在照顾我 然后一直呵护我 爱护我 但是我发现 结完婚以后 一直都是在我迁就他 我们两个性格 完全不一样 我是一个特别急脾气的人 他就是那种 半天踹不出一个屁那种 就宁怀是吧 对 就是性格非常非常慢 这不是挺好吗 这不是绝配吗 你快他慢吧 绝配啥呀 比方说我们两个赶火车 我这边急得都火上坟了 他那边还不紧不慢的 我每次出门 最少提前四十分钟 到那个火车站吧 你怎么也得打个提前链 结果他就是 提前五分钟 助跑到那 然后护士带喘的 然后上车 有的时候都赶不上火车 他说你浪费那些时间 也没有用啊 怎么就没有用啊 咱们因为这个纠结干嘛呀 就赶紧我说什么 就试什么就完事了 在一些生活习惯上面 你们俩不是特别认同是吧 对呀 我结婚之前 我大将办饭 他都觉得可香了 然后结果现在 你整什么都不满意 什么都是不对的 那本来坐在他就不好吃 那时候爱情的时候 你吃什么都是甜蜜的 那你婚姻之后 甜蜜度肯定会下降的 那你怎么不做呢 都是我在做我家的饭 那你说 那你说什么呀 我一听你说话 我就特别来气 你明白吗 大孩子已经去上学习班 我基本上都是提前十分钟 带孩子去 他可倒好 脚踩着上课铃声到那了 进屋上课都没有坐 老师先翻个板那坐那了 那不还是听那节课吗 我可忏 那那节课他也没拉过去 提前去有什么用啊 多等那 咱俩为什么要因为这件事 弄得不愉快呢 你就提前十分钟就完事了吧 那你说那有的时候 是无用力功 你也真是较劲 他说什么你试什么 不就完了吗 一根筋你知道吗 他特别一根筋 干嘛都一根筋 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 就我们两个 就天天就是一件事情 就得掰扯半天 那是你太纠结了吧 我纠结 我为什么这样纠结 你就听我的就完事了 拿那么多废话 那你要是不对 为什么要听你的 我说的怎么不对了 你对我所有的都是套路 你明白吗 我套路你啥了 结婚的时候 给我买个钻戒 我带着呢 一直带着呢 给我买个钻戒 全场最便宜的 不到两千块钱 为啥带中指 无名指带不上 太大 带中指都大 总说媳妇我在送你个大的 我在给你买个好的 我给你买个无名指 能戴上的 十二年了 一直没有 那钻戒的大小 不能代表我爱你的多少 我无名指戴不上 无名指一戴就掉了 太套路了你知道吗 有一年确实是 那不条件不不好吗 当然也是 就是有朋友在场嘛 然后跟他说 刷了没面子了 带我和我儿子 我们一起去商场了买 媳妇就这个好看 你就挑这个 就这个好看 我一看价 将近七万块钱 说实在我真舍不得 我说算了吧 咱再看看别的 别的不用看 就这个好看 你就买这个 我不买了回家吧 我领着孩子又回去了 我惯了 太贵了 那你看你喜欢好的 带你去 你又不买 你说的都是废话 你怎么不直接买回来 给我带上呢 人家电视里边演的都是 直接那个女的睡觉呢 然后在那儿给人 给人个惊喜 那你总爱看电视 我不爱看那种片 嗯 你怎么气不起来 我那你不喜欢那种款式 又说我花钱多了 我又来 你们俩谁 你们家谁管钱 我们公用 后来发过了 有那个抽屉 别说保险库了 就抽屉 然后那个 还有保险库你看啊 谁用钱 往外拿就完事了 行明白就没人管 我没舍得没舍得让人回来了 哎 这钻戒的事到现在十二年了 还是这个 还是在终止 我到现在没照过结婚照 为什么呢 我们俩结婚那个时候 因为在东北吧 天挺冷的 然后没有什么风景 然后他说 哎呀媳妇 结婚婚以后上海南照去 你看海南呢 又那风景 这风景 又海边又什么的 给我讲的那画面全出来了 我一想好也是 那可能挺好看的 那就去吧 海南去了吗 确实是去了 结果 婚纱照没照 到了海南以后 哎呀媳妇你看这天哪 多热呀 哎我穿上婚纱都顺脸躺汗 那根本不行 我告诉你媳妇 过两年我带你去云南去照去 哎那那大理那立江那儿海 然后去了吗 确实是去了 婚纱照照了吗 没照 然后结果 国内的基本的旅游都都许愿许完了 啊 等以后咱们出国了 那个上哪儿那儿照去 一直在许愿 啊 十二年了 那都结婚这么多年了 你再重新照一个婚纱照 你摆到一个客厅里头 其实 我说什么 我说的所有的话 所有的 你全都是否定 然后你都有自己的说辞 你就认为你自己 特牛 我说的什么都是不对的 哎这个我觉得都是生活里的小细节 不影响婚姻的 大方向上也没事吧 比如说 教育孩子有冲突吗 冲突大了去了 哦 我婆婆是属于特别强势的人 嗯 我扔了 pessoal 我扔了你 我是走法 我扔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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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扒了你 它是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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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啊 当时我就 我真是 但是我忍了 因为孩子在旁边呢 我觉得咱不能当着他面啊 等到我回家我一翻的手机删了 为啥管人叫个云宝贝啊 那眼睛叫那名 那网名 是备注 是网名 我不知道吗 我眼睛瞎呀 那就是那网名 那你为啥删删短信呢 你为什么呀 怕你看着误会吗 我跟你说 你这件事一直都没解释清楚 你明白吗 那本来没什么事 我还用什么解释啊 什么你用什么解释 你到底啥意思 那本身没发生啥 你今天必然这事解释清楚 你明白不 好好好 你知道我嘴笨 你知道我说话说不明白 我就是嗓门大 我说话就是快 但是我抓不着理 对对对 我发现了 啥也不跟我说 我帮你们 我帮你们 你说你俩有事 你跟我说就完事了 我还能打那女的一顿条 我帮你们帮你们 云宝贝是谁啊 就是一个同事呗 你们家同事 你管他叫宝贝啊 想什么同事啊 就是一个普通的同事 你说他都知道我 做饭比较好吃 比较香 那你说别女孩自己住 你做点自己不会做的 那我又做给她做了呗 在家里边做饭 左一个不愣 右一个不愿意的 高兴要是厨余给人家做饭 人家咋知道你做饭好吃呢 去了多一回了 就去那个一回啊 你说那种海鲜嘛 他又怕扎着手 又不敢杀生什么的 还认为我做比较好事 那我就去了给他做一次的 就这点事特别简单 特别普通 你还怎么往心里去 我废话 你说我老公我不往心里去 你要是别人的男的 我认识你是谁啊 自己承认去女同事家 给人做了几次饭 是这意思吧 对 没有其他的了吧 没有 确实没有啊 确实没有 想不想过了还 想啊 想过了 想过了就接着 还有什么苦都诉了吧 还有什么过不去的 有没有了 有啊 这是我非常底线 非常抵触的一件事 什么事 跟我轮菜刀 跟你轮菜刀 啊 这个过分了吧 啥意思 有一次他在厨房做饭 我在那写东西 然后他就拿菜刀在我边前一顿这么笔 我当时特别害怕 因为我小时候吧 我爸妈他来打过架 就拿过菜刀 那时候我特别小 我对这件事情非常有阴影 导致我后来就是我不敢拿刀切东西什么的 就特别阴影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你不能这样 我我还怕 我怎么说也不好是 又一顿这么甩 后来给我急的 我就把那个电脑摔地下了 我说你不要这样 他一看见我急了 他更觉得我应该是男人呢 我得威风 又还飞 那不逗你玩去吗 我又不是小李飞刀 我哭哗下能给你飞肉 你逗我玩 我都摔东西了 表示我已经非常着急了 后来我这么一糊涂 把我家那个就是桌子上的东西 我都糊涂到地下了 然后跟他一顿吵 我跟他说 你千万不要再跟我举菜刀 我对这件事情 我特别抵触 开玩笑是吧 对呀 那你怎样 后来这种玩笑还开过吗 前几天 还开过 对 就是反复地开这个玩笑 是这意思吗 对 他在厨房切水果 然后把这个刀拿过来了 孩子也在这儿 然后我在这儿 又在我面前一顿甩 又一顿飞 不是你要拿菜刀甩是干嘛呀 我这切完菜 他在孩子边上吧 给孩子上课 他一边跟人聊天吧 一边哈哈大乐 我就是正好顺手 我就 让他别影响孩子 我跟他说了 这就是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 也是用开玩笑的表情 我第一次的时候跟他说了 这件事情我非常抵触 你不能有第二回 绝对不可以有第二次 行 听明白了 那您今天来 到底是干嘛的 我想知道 他到底还爱不爱我 那你问他不就行了吗 你还爱他吗 还能不能像以前那么宠我 爱他 啊 爱他 那你迟疑干嘛呀 考虑一下嘛 这爱不爱还需要考虑啊 十足套路 看我生气了 喀喀喀说点软和话 第二天还是继续 生活还是这样的 反反复复的 每天都是这样 那我想问你 你还过得下去吗 过不下去 对啊 那你要告诉他底线啊 怕吗 怕 真怕吗 真怕 来 告诉我 那宝贝是谁 就是一同事 啊 什么同事啊 女同事呗 多大年纪的女同事啊 比他年轻 比他漂亮 哇 单身是吧 对 您给人做饭去了 对 您为什么给人做饭啊 他认为我做的比较好吃呗 他怎么吃过你做的饭呗 我带到我工作的环境 他们就看我带的好吃的话 就赏里头一人加点 然后呢 然后就是 他自己想吃 他又不敢做 就让我去做呗 不难刮女的就去了 去了 做了几顿呢 一顿 几顿 一顿 那次发微信的时候去了吗 那次没去 为啥不去啊 那次他看着了 他没看着就去了是吧 没看着也不去 为什么呀 做够了呗 就做了一次就做够了 看来做的不止一次嘛 我还记得你说你说 你说老做饭都做烦了嘛 是您的原话吧 对 然后就被您妻子打岔打走了 结果您给别人做饭做的风生水起哈 真行 还喜欢他吗 喜欢 可是我就不明白了 既然你那么喜欢他 或者说你还爱着他 为什么他的所有的需求 你都不满足他呢 有的需求是那个时候条件不好 后来呢 条件好了吧 这个需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思想吧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您思想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之间 不是我 他发生了什么变化 脾气越来越暴躁了呗 那他脾气为什么越来越暴躁 可能是我做的不够多不够好 所以当妻子在生生控诉的时候 丈夫的心里也迷茫了呢 十二年了 曾经的那种浪漫激情 随着时间慢慢退去了 怎么保鲜 如何应对 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你看 你给诞生的漂亮的女同事 去做一顿饭 在你眼里是做了一顿饭 interpreted 你不先紧了吗 像你个人的文化 那是什么 你不再来 你不想做一顿饭 你不想做两顿饭 我因为自在没有人 才这gar 这种女同事 我用了 你没说 我怕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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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韩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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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跟她对着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始继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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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该剪的剪了 谢谢你们 秦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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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结婚十多年了 最近这几年 我感觉她特别不顾及假期 因为我是从外地嫁到上海的 其实很多生活习惯 文化差异都有很多的不同 她有时候还是太理想化了 很多事情没有周密的考虑 反而觉得我各方面都不支持她 其实我也是想多挣点钱 为了这个家庭 想生活得更加好一些 我就希望她安安稳稳地生活 不要再抱有那些 不切实际的梦想和幻想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顾先生44岁来自上海职员 有请顾先生有请 杨宇是40岁来自上海职员 有请杨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啊 你好 人到中年啊 都有一些人生体会了是吧 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为什么呀 主持人 你好 是我要过来的 其实在生活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并不像结婚以前 想象得那么美好 怎么了 我呢 老家是四川的 然后呢 毕业之后呢 在上海打工 经过朋友的介绍 然后认识了我老公 我老公是上海人 本地了 对 我们结婚已经16年了 孩子已经14岁了 是个女儿 那我们现在跟朋友公公 三代同堂 在进这个家之前 其实我想象的是 非常的非常的美好 我是想做一个贤妻良母 其实我个人的话 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 比较阳光的这么一个人 在所有亲戚朋友的面前 我都能相处得好 可是唯独跟我婆婆 很多的矛盾 我婆婆呢 这个人呢 就是说 在家里时比较强势 就是一手遮天 所有的事情 从上到下 大大小小的事情 她一个人全部掌握在手中 感觉就是没有我的 所有说话的余地和权利 就是小到什么事情 就是家里的扫地 拖地 洗碗 洗衣服 她都会过问 我这件事情做过一遍之后 她会不放心 她会来检查一遍 她就会说 这里没做好 这里没做好 这个东西应该摆在这里 绝对不能往那边 移过去一公分 我是觉得都要 按照这样子的方式做 我觉得太累了 所以我想问先生 我觉得心很累 就是我想问先生一个问题 为什么结婚16年 一大家子还住在一起呢 当时结婚的时候 父母的意思是说 大家在一起 就比较热闹一些 原生家庭 也不是很富裕的那种 再加上 我妈就是 小时候的小儿妈 他从小一个眼睛就没了 身体一直不好 一年最少住三到四次医院 在没有结婚之前 我和我爸就是 比较让着他一些 其让他身上有病 他说东西放哪 就放哪 然后因为我们结婚 毕竟已经16年了 很多事情 刚开始 我是进行劝解的 但是过两天呢 他矛盾又爆发出来 然后爆发的又更加激烈 结婚16年 有没有考虑过想换房子 想啊很想 做梦都想分开住 然后经常做梦 就梦见自己一个小房子 或者哪怕一平米 两平米 那至少是属于自己的优务 我们在2014年 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可以一套房子 换一套两室一厅 再换一套一室一厅 为什么没换呢 当时的时候 大概结婚了 已经有快十年了吧 就是矛盾已经比较激化 看房子当中 有很多很多 就是纠纷啊 我妈后来就住院了 我爸一直说 你看你们为了这些事情 炒到住院了 又生命了 后面他们就不肯换房 但是如果你正在这种情况下 你让我自己再独立去买一套房 我暂时达不到这个能力 我觉得老人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毕竟双职工家庭 小孩早上有时候还要送 晚上有时候老人还要去接 有时候像我们如果上班的话 他有时候还要烧饭 但是我老婆觉得是 就是你那些付出 我都看不到 你先别定路了 没有 他瞎说的 对于他父母照顾我女儿的事情 包括在家里做所有的事情 我真的内心心存感激 我真的很感谢他们了 为什么我心里有这么大的怨言 我觉得家庭要生活得更好 首先这个关系怎么相处 这个是最重要的 咱们不讲理论 咱们顺着房子这话头 就往下接着说 就是当时你为换房做了些什么 当时其实从那一件事情过后 我已经就是对他彻底 就是去希望了 我觉得以后的很多事情 也靠不到你 是这样的主持人 他说你既然没有能力去买房 那我也不工作了 我自己独立出来进行创业 他在15年所有工作全部辞了 刚开始先跟那帮小姐妹 经过七八个十来个项目的 按我说的话是折腾 他说的话是创业 就是包括开美容美发店 做微商 然后做各个的网播课 各个培训课 他的信念就是说 我一定要在三五年之内 我自己独立去买房 他说你既然不能闯 那是我去闯 创业创得怎么样 几年下来就是现在是一败土地 我就是发了疯的想赚钱 所有说能赚钱的 我都敢都愿意去尝试 他就是我特别相信别人 就是别人说了一个什么项目啊什么 他就很容易去投资 前期嘛就亏了不少 你心里怪他把钱赔了吗 刚开始没有怪 现在 现在怪 因为他创业不是像这样跌倒了 他跌倒了 从这个坑里跌到更深的坑 从更深的坑里跌到悬崖底下 连续地往下跌 好 创业也失败了 这换房就更遥遥无期了 对吧 那今天来这干嘛呢 解决什么呢 这次来呢 就像前面说的 在这个家里就是一直生活到现在十六年 其实我也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有的就是跟我婆婆之间的这种小矛盾 在我老公看来 他觉得就是很正常 但是我觉得很不正常 他没有在当中去起到这个协调作用 所以我就对这个家里慢慢失去的信心 所以导致到就是也不太愿意多待在家里 哪怕我没地方去 我到小姐妹那里去玩一天 我也不愿意待在家里 就是已经到了这种状态 就是害怕进这个家了是吧 那您这也不愿意回家 这个跟孩子的关系不是就会疏远吗 因为白天她也读书嘛 我晚上回家 就是下班正常地回家 我打断项 女儿她也管不了 像我在家里有时候要辅导她功课 再加上现在女儿青春期已经十四岁了嘛 中学作业功课方面压力特别大 有时候我辅导她功课 有时候辅导她到十一二点钟 我记得有一次到十二点半 然后我就完全爆发了 我说你既挣不了钱 既家庭负责 你人又不在这里 两方你一头都站不到边 你总共要站到一头了 她就说你挣不了钱啊 那负责我怎么会到外面去奔波呢 外面我还更加辛苦呢 我前面跟我婆婆之间很多很多的矛盾 其实我老公都是不知道的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死要面子活受罪 压抑在心里 所以我来这里就是释放一下我这个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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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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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自己一个人 闷闷地就是 吃下所有 所以到后面 受不了压抑 然后爆发 你下次肝火忘了之后 喝点酸奶 酸乳肝 缓缓 这一罐等一下给你喝 这个碱纯酸奶 是让大家 过简单的生活 简化的生活 我觉得核心在这儿 你们老是降肝火 你看看 来来来 严老师 严老师 肝气瘀节啊 你说 这婆婆让你东西 放这儿挪一挪 就是不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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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揪对错的话 那都错了 没人正确的 为什么面对家庭问题的时候 大家是常说 咱别问对错 因为每个人站在 每个人的立场和角度啊 得出的结论都不一样 每人都 大多会自己考虑多一点 对 你这个插话插得特别好 总结得特别好 还是那句话 咱回归本心 回到生活里 婆婆不容易 但是婆婆确实做得也很错 你应该对妻子和家庭 心存愧疚 而不是 说你的时候 我原生态家庭没有继承好 原生态家庭好不好 不是拿来给你开拓的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让她能够心甘情愿 开心地回到这个家里 虽然妈妈也在 虽然婆媳之间还吵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老婆 在很多方面 有可能你的很多的委屈和苦恼 我没有及时地听你去诉说 也可能你说的很多问题 我也没有及时地进行劝解 所以我希望 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 把我们的小日子继续过得 更加完美 谢谢两位啊 请回 来请开门 哦 来了 老公其实这么多年 也感谢你抱怨我的任性 我也吃了不少亏 接下来的日子还是听你的 好好地照顾好父母 把我们的孩子 好好地培养一态 然后另外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就是因为我没有照顾好 我自己的父母 希望跟我弟弟一起 帮我爸妈修一个小房子 让他们养老 感谢老公的支持 谢谢 这个要求做老公的 还真要考虑 他对你的父母要好 你对他的父母也要好 来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你们啊 这是老百姓的日子 浓浓的这个烟火气息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我的男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 可是呢 他一直想着 对不起他的前女友 因为他是在有女友的时候 喜欢我的 那在一起两年了 他给他的前女友打过电话 心里一直还记挂着前任 我不知道这种记挂 是还喜欢还是愧疚 我该怎么办 不管是喜欢还是愧疚 记挂就等于放在心上了 你说不是吗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